則之勇哉 宗主復主 隔六二陽 為勸掛主持隔變之位 而在上者 則受隔變之位 故不能已久無會先 六二位後 此其所謂念典 割夜 割其舊日 遍其長經 則不得已常立論格 而主化歲百位六二 由下國上 游泳格剛 如湯如晨夜 節奏軍夜 其初節奏乃天下之主 也有四方 普天之下 莫非其成疑 則是聖而為尊 非如湯古鴻福之國 亦於之主 其是然而為為 故有剛榮之書 上下之敵 然其中則珍珠報月 罰罪料理 彼聖以尊者 反被放入 兒子以為者 反代取其位 由一方之主 由一方之主 為天下之君 釋總以克剛 下禮聖上也 故六二榮兒在下 乃為格辨之主 正如湯古事師之時 以其正位 浮於昆珍 上一九五 何於前見 故能舉此大事 故能舉此大事 成此大業 而其所為 恰如全卦所群之四日 極足命六二之重要 非他謠可望 六二真吉 至九三百位真凶 則以時正 立乎昆珍 關於柔對之道也 在下同 而畏不同 剛榮之德 以不同 故及胸相反 由此可見 主格遍必施其人 必施其位 必施其德 畏當而正 德榮而贏 數能順乎天而贏 而畏無人 則格而當 則格而當 其惠乃忘 否則 雖格亦明當 凶竊不免 況無偽忽 九四 惠光 六福 改運極 宣盛講義 此歌 九四謠子也 九四外掛之時 畏對之九四謠 與九三後屬中謠 而眾剛時中 以格中格遍 故不似他掛之國聚 且占偉亡 與團此意 所謂 格而當 其惠乃忘 掛地內真 壞貨 九四謠子也 所謂 格而當 其惠乃忘 掛地內真 壞貨 在外 故緣有慧 以格遍有蕩 乃忘 其惠二 九四與六二 屬同宮之鳥 雖下一書九一綱 而中間六二 得榮道之陣 以相符 故緣有福 游掛用言 則本 九四之德 九四之德 有信於外 而全掛之右 亦已能浮於天下衛貴 及格遍之心 必有所福 不服不足以賤於格 為其不能正己 正君也 格以去勿從信 若不取信於眾人 為其不能正己 正君也 格以去勿從信 若不取信於眾人 將以萬天下衛貴 何能負於大根一陣 文明以悅之相 此有福 時格劃定以妖地 果不服於眾 不信於天下後世 則無以順天定人 時所信不合於天時 不賤於真集 則率眾位亂而 則率眾位亂而 其有無格哉 故有福 使民格道之正大 而見天人之所同歸 天與人歸 則足以改其募命 故曰改命及 命者天命 失曰終雖舊方 其命為信 即此可見聞 即此可見聞聞 即此可見聞無能改命 天之以密 《不可見》 見於民 憑心所福 即天命所屬 孝曰故事天之以密 古來聖王 皆以能成天命 而後能予利畏 必有光明智德 使受明慧之命 所谓天明慧 自我明明慧 则天命之显于众明 得众情的命 隔遍其故 则改其命 改天之命 非莫改之 明改之也 虽天之命 于目不景 于戏不显 文王之德之纯 纯意不景 使文王之改天命也 文王改命 在其纯德 纯德昭明 万国来同 故三分天下有其二 天下之命三分有二 则天命之改 于顶心真之 咒王诗之 文王得之 则有伤之力 不得不改为终 不得不改为终 此目也之师 亦荣一而天下定 遂开八百年之今 其非文武能服改命之几乎 为其能服革命之正儿 革有改变 改命由革命 六二动无下 至九四始改天之命 可见革命者 必顺天命人 必月时而后建其功业 故九四虽众刚而战即 以其刻改命而 相约改命之几 信至也 宣圣讲义 此生是姚子之以也 以姚子称改命几 世文孔人未宁 特殊即占有于能信其至 信由如也 伏于所致 且伏于天下名人之至 又生也 生其所致 且能生天下名人之至 至有愿望也 如汤之始真不得 东面而珍惜一愿 南面而珍北一愿 约惜为后果 仁明望其至 如大汉之望明 则革命者 为明人所愿望 明人皆哉起 早出之水果 登之任行 故革命之至 非力人之私至 乃天下名人之所同志 乃天下名人之所同志 革命继承 非力人的生其至 使天下名人同生其至也 如此方位之有 方位之格而当 故能为了 故能为望 故能为望 而战争 俘改命核等重大 而九四名之战争 若非克服天下名人之至 安能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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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四改命之极 十能以天下之心为行 以天下之志为至 而战争 故冤心智 信既福于天下 六身于天下 故不冤福冤生 而冤信 以该二等也 古信自多于生自通用 九四能生即知智即明智 世明与魔交付 可见潜定乌明 因乌明者必顺乌天 铭记归心 天令私智 此改命以待得者之求 而天自信号已知 天之所云 必奈自故救者 亦夺乌云 思未改 由私时代谢 亦成一心 去其成者而受心者 则始续改 天令之改 亦游世焉 故汤无心施 节奏亡国 亦心亦亡 天令自改 不必于天求知 但事与之所至极明 明智所愁 则天令弃之 明智所福 则天令于知 明智同性 天亦同福 此循顺天令人者也 舍汤无上有谁乎 約ented 余天令人也 大人无便 未战 有福 宣胜奖义 此歌 九五调此点 九五外卦中谅 全卦主畏 而未甘久不悲逢在天之下 此挂屎堆而悲前 故久不同 取向不同 甘取向不悟 隔取向不悟 与上摇取向不悟 皆亦夫前 盖甘六摇唇仰 而隔则饲养二义 虽甘谣的本食之位 而终以昏谣之容 事已不得称谋 出谣在下 不独非容 亦非古报之类 岁月与黄柳 以其用信而财书典 至久无盛时当位 才待用红 故已无欲 在屡卦有欲如悔之质 则已无养律以阴眼 仰刚之德 成阴柔之用 则多显 如履誓言 而隔壹如之 饲养在两一中 九五虽正位 而下云六二 容得中得时 一隔其上 则备隔者九五也 九四亦在上而非君位 有如辅相大神 顾可待遇宣证施令 如故大改阿恒 顾遥辞称其血改命之极 以其天心一族服于天下 信于名人 而九五至尊 君明天下 如天子帝王 故称大人 为其得位聚之也 大人君子以得位为别 有得而位故事 则已君举称之 九五成被得位者 故以大人称 与上六君子有偏眼 华余再得变 故曰不变 变由隔夜 出九皇妞之隔 不言变 而变在得字中 九五上六五道之变 不言隔而隔在变字中 以九五上六相属于隔 故诞生变 非如初二道相属将隔夜 九四称改故言隔变 则当隔之将成 便知解救 故曰改 改则变 虎变者 为大人之隔 如骨隔之变 要其文采 朝其未云 足以垂世余下业 以卦内闻名而外悦则 闻名已则 以永福骨隔之甘慢美丽 而非平美 必有其微光光耀之德 顾愚 верс 故曰捂赞有福 言不代赞知其有福也 某福之意已见九四 而未占占字 或者不未占字之额 则已久以被格之位 又顺之时 故未占 实则亦重在数 不予占 皆欲知其数 故已占字是其不不可知 又未占者 占与占片无名字 有念也 对未说也 口中念诵其文以约占 如诵书约占定 迎诗约口占 未占由无念 诗以念而足 欲修觉德 无念念也 必清存之 而口念之 以事不忘 书约便知在此 皆重在口送心为之意 此处未占 永未念 而又福 永念也 非从上口说也 非从上口说也 久无济昭其德 这其吻 吻得昭明 天下共性 不带口说 不带预告 而心愿福也 而心愿福也 此谣未格之已成 未愿意 言其文得臣于无功 事由以谷之隔变 而昭其文采变 相约 大文不变 其文并也 宣圣经文采变 宣圣讲义 此生是姚子之一也 久无大文之德 诚实而骗 其微无如骨 其文得如骨之隔 是由于而吻 由荣义而至天下于安定 武功之智 即吻得之名 隔变之中 即智品之相 非同以变乱天下 乃以变安天下 非从以格动大壮 乃以格定大重业 事实于格 而终于吻明 动于乱 而成于智 顾彼之无辨 其文雕笔 有威可对 有仪可向 因不畏其微 而怀其文得 不对其真法 而岳父圣安方令罗言 故称大文以美之 隔至此 以见大功告成 前之所隔着 今代见其文采月 光华动人 更不适如骨之猛 咆哮之凶 顾约其文雕笔 顾约其文雕笔 是其心 由充实而有光辉 私伏于大人之号 或已无辨指在 尚未于猛虎不可犯 是以人而无 俗称强暴不得者 为武而观 隔之久武 岂如此哉 不知武便云者 乃是武之格 由其便而成 非人之便于武也 以大乱革命之后 也无修魂 亦如骨骼之便 涂离其文 不见其凶残 涂月其光彩 不畏其咆哮 是骨骼已非生骨 互顾猛兽 性凶残好伤 及其为格 则温圈可荣 有益于人 能顾其品且壮观瞻 增华贵之相 避外来清派 有时仍安事愉快之急 是其用于其身时大便 故称约无变 革命之主 武功记者 吻得一朝 使天下名人 皆安其身 乐其夜 心悦成福 以赞叹之 歌颂之 其非必如无变 而并其文 不经其微乎 是即谣此所谓 未占有福者也 焰无待歌颂 以足福于天下后世 以身其品 则天下后世 未有不同声和颂之者 此其念念不忘之意 则以其得路人声 其功垂世永远 上流 居子抱变 小人和面 真凶居真吉 宣圣奖地 此刻上流咬死也 上流穷吉之地 全化之中 但以位之上扬 未化紧右之位 在他挂上摇如位 不得大用 唯歌曲便宜之意 欲恒情 虽至即位 却非穷尽之时 故瑶此称君子抱变 亦如九五之五遍也 九五正位 故称大人 尚六五投在上 尚非正位 故称君子 未得志而未不称也 虎便抱变 亦序一愁 虎贵受亡 抱责某志而能 染气便宜 亦以文得称 由虎隔夜 虎抱之隔 皆有其吻 而足是余佑 吻石俱茂 得也可嘉 此君子成得达道之相也 尚六五投居尊 高出树木 必有得昭仁大仲 方即以赴君子之名 若小人则否 然而重在殿地 以色列 则小人尤其摘 且世而合其面 땡 Bref 彼此面貌 彼曲皮革之彼 虎抱之皮革 以文显其美 小人之面貌 以善者其情 事隔面有其表情 君子之德 標立俱志 故外有其文 終存其實 願昭其德 己者其成 成於中 見於外 心無不見 命無不復 死君子之騙 如抱吻之位然可觀 而其樂之家於天下 亦如之 小人則外常有餘 終常不足 有其面貌 而法如中心 善其榮之 而欠於誠實 死則隔面去未變 以其所變者 但有其問 而滿其祖實 聚其光彩 而如如沖其名德 則諒悲之典 又君子小人 包閒不孝至儀之典 言得記書 論彩意義 君子如抱 小楊 替 而法如 自和尊 為此 起降 於你 給 其慢 而孝 而 如生 她 子嗲 於典 諸 而孝 不空彩 而 如神 天 之星 跋 而死 無理 或 心 詛 稀 吵 而終 情 而秀 無不利 如於沖其 而 孝 而 孝 而 何 俗 善 你 善 你 德 於益 而 由 無易 亦以溫良 暴力者亦以俗善 其非已格其固 而能自心災 故小人而面 即刻随君子之便 以朝其闻 而险其得 文指相搖禮 居居文智滴滴 小人則未能免俗 世間貌之格 亦由村也知夫 見其民意 雖募生已遺盜 而亦許通法律 孝慰一讓 以不君子之后 其非格之所造乎 尚又以名位而重义 禀昏之德 故真凶 不似六二德 重得十战吉 真凶責務已於心 故居真吉 未順安徵之德 未順安徵之德 有首已舒其身也 全化國殿之用 至此已吉 不可覆格 故不得禁 禁必凶 為君子責務首 施擊爾 向曰 君子抱怨 為其文也 孝人格面 順義從君也 玄聖講義 此生誓搖子之意也 原文其文未免 故邪夏君子欲 特改是以君举有德无味 如报之片 而未圣秦吻 未报也 葱玉茂畅略味 又美也 今后光彩之体 以报文未然可观也 虎阁宾然以光归胜 报格未然 以华茂盛 时间文采 如人之文的招锤 在位则秉与日新 在下则御如花草 是其文之可观 而非报生前猛事之可畏 粗眼之不序 则未便知所得 便已隔其目也 小人隔面 从外报之谊 一族招其信誌之讯 行为之顺 则随大文君子之便 亦顺从余文德之中 乐其也 安其身 亦服以信 此所谓文明明月 大方以正者免 居日子久无正位 即由六二之境于上者 六包汉君子之地 居与审称君 言其敏德 足谓大众之主 天下所瞻 万里之望也 上六本昏之德 顺臣夫前 顾约顺云从君 此遥已在上 顾称君子 以为荣 顾称小人 称其文不约禀而约味 细域君子之德风 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风无不从点 顾世文已顺从君与民其地 盖君子出格 小人从格 天下同格 弥布新月成格 书日比名于便时忧 吉强人格念顺从知证 顾格便非在上者不原之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彼天下与人共欲知 以便而天下兼变 不劳而得 不思而终 此于遍也 以便知出乎自然也 如此隔遍 方浮于则获得之用 为谁我相惜 以臣其便 如天之四十不为而成而 宗主父主 妖私不便报便 故重在隔遍 而时重在其便臣之文 以便者由不善便善 不良便良 故不财者 便则成才 无用者 便则大用 互报严寿 愚人我所用 且亦受其害 以其性质难逊 情报好伤 是生死不善良之物 非采用之类 及其品格之片 外观有文采之美 实用有坚韧之质 而未云云云 温和一人 是责恋之所为 亦及格之所致 任命无报 与其身报 于其身生死 则磕暴之系 恨智之行 民将不堪 如节昼之正事也 推其其心 推其心 不独有如无报 且有过之 理计所谓 苛震猛云 则凡人类 而能忍受孤 顾必格而去之 辩而医之 于是汤鲁珍珠上 汤鲁革命之后 放流规划 是天下以服用 散速发财 与人民以同富 更复制作领悦 正心稳得 以安天下 而定名声 则辅苦报之片 亦报未稳 辩科未炫 闻命炫满 威与祖时 相知所谓者 今则为爱悦之 前之所对者 今则为成平之 此所谓求无知德 为战而有福者也 企图汤鲁二人之宫叶景灾 凡天下明人 莫不顺其志 而乐其所救 明记归心 天地归命 此即九四改命之极叶 与炭祖顺天命人相振 足见革命之义 必与九五正未招其文德 方告大神 隔着武功 即隔则为存文德 此虎报之片 不见其谋 不见其谋 但必其问 其境四肢 故取已为欲 谢谢大家 敬礼 感谢观看